蘇聯席官員 還有這座媒體先生小禮大早安 主席客戶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委員長早安 委員你好 我們看到 酒吧的無前汽油 從19塊 多 現在一路飆漲 現在一公升大概到33塊多 面對這個物價飆漲 油價飆漲 不曉得院長擔不擔心 確實我們緊盯著 那如果是因為疫情 或者因為篩港 或者因為工需或者戰亂 有受影響這個我們會注意 不過我們油價始終都是有一個機次 並且一定是亞洲林國最低價 所以 面對這樣的情況 那 所有的民眾 事實上 大家都苦 生活苦哈哈 一般的市井小民 他每天擔心的就是 職業住行 娛樂 各方面都漲 實在有一點 堂不住了 那 請問一下院長 那 計程車 起跳 起跳 起跳架 還有 大眾運輸的這些設施 捷運啊 公車 接下來會不會漲 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真的喔 最近都不會漲 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那明年會不會漲 至少半年內不要漲 這種 都有一個機制啦 不是 不是說行政裁量 但 就是目前你問我計程車有沒有要漲價 我說目前 我沒有接到這個報告 沒有這個規劃 目前是指今天嘛 那你未來的幾個月有沒有可能會漲 這個 我都尋 相關機制 如果 他們報來 我 說要漲的時候 再讓你知道 因為現在 民眾的生活真的是很辛苦啊 很多的學生啊 還有很多的基層的民眾 一直都跟我反應 他說拜託拜託不要再漲了 連吃的早餐啊 鵝米酸啊 用的啊 通通在漲 如果連 這個基本的大眾運輸工具 一下又飆漲的話 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 院長你說 現在不會漲不會漲 可是你不要再騙我啦 我上次被你騙過 害我嚇一跳 我沒有騙過你耶 我以為 不能亂講 上次講那個 我說核武的問題啊 你騙我說 欸法國有地震 沒有斷層代 你說法國沒有斷層代 那我嚇一跳 因為這個是很嚴肅的問題啊 你回去查了齁 蛤 你回去查了沒有 我查了 對 應該這樣啦 這樣的 一半你對 一半我對啦 不是 東南部 一小 東南部一小 山區 有啦 地震代 但 華國的地震頻率 比台灣少太多 規模比台灣小太多了 而他的核電廠也沒有蓋在地震斷層代上 這應該精確這樣講 我總的說 華國沒有地震代 這個是錯的 不過精確 一半一半啦 好啦 其實我不是在計較這個 對不起 如果 如果 如果我講說 啊華國都沒有地震代 那 那這個是 OK 那個沒有關係 不精確 那個沒關係 其實因為在討論那個議題齁 我是很緊張的 因為核能的問題啊 對經濟發展也很重要 可是安全的問題齁 事實上也是我心裡很擔心的那一塊 對對對 所以 委員你應該不會贊成重啟核事嗎 不是 那個要專家喔 他有充分的數據來評估報告 你是新北市的呢 新北市呢 新北 新北當然我們以前都 都跟那個縣長一樣的 一樣的嚴肅的態度 對啊 所以你沒有贊成重啟核事吧 對不對 不是 那個問題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因為今天是講交通的議題 我還是把這個 這些問題齁 這個回到我們今天的交通的部分齁 呃 拜習會啊 我這邊看了一個消息啊 說 拜習會 美國已經向 我方啊 之前有做簡報 那簡報的內容是怎樣 因為現在在進行啊 那 拜習會的進行當中 有沒有牽涉到 台海的這些關係 大概內容是怎麼樣 欸 委員 是這樣 我們和美國的關係是史上最好 美國一再在各種場合 都表示跟台灣的關係 堅若磐石 而美國跟我們各種 聯繫的管道都非常暢通 相關重要的負責人 我們也都有來有往 所以 美國跟中國當然必須要有互通 不過相關的訊息 如果有涉及到我國 那我們一定都會知道 而且清楚掌握 對 那他說有事先有跟我們做簡報 大概會談到什麼樣的內容 相關 拜習怎麼樣談 談怎麼樣子 以及相關等等 那 有可以跟國會報告的 那外交部長 都會跟國會報告 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聽到任何的報告 如果 如果有 可以報告的 一定會 這樣的一個拜習會的 視訊會議進行當中 對我們台海之間 會不會有一些 增加安全上的保障 比如說兩邊做一個緩衝 有沒有提到這樣的一個內容 我們都希望 任何國家之間 都是用對話代替衝突 那 所有世界上的人民 都希望和平 那區域的和平 更是關係著台灣 所以我們很希望 能夠維持台海和平 維持區域和平 維持世界和平 美國也一再這樣呼籲 我相信 從中國13億14億人口來看 他的人民 也希望過好日子 沒有人會希望戰爭 所以感覺上啊 這樣的一個會談 開啟了另外一個 台海之間的比較和平緩和的關係 是不是這樣子 對話代替 武力 鬥爭 對話代替戰爭 是人類最聰明的 如果 什麼都是要秀武力 用戰爭 來解決衝突 不但不能解決衝突 最最受害的都是人民 你看世界上那些難民 難民 多可憐的難民 那都是當權者 為一己之師 屈人民如出口 這是最不和人道德 從來那些 因為數之武力 一直以為武力可以征服世界的 那二戰前 那納粹也好 日本軍國主義也好 最後都是慘敗收場 而 許多森林圖坦 我們到現在 歷史 髒髒名勝 各界都言以譴責 德國到現在 都還 表示 對這種的懺悔 日本 也都一直 反對這樣 而 像義大利當年的莫索尼尼 還被人民 吊在電線桿上 所以 我們很希望 窮兵獨武者 好戰者 浮上心 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之前 看到 共軍不斷的來臺 事實上 大家感得人心惶惶 所以如果是 這是一個契機 我們也希望說 院長能掌握這樣的一個氣氛 多多釋出善意 希望 兩邊 台海兩邊 是永久和平的 委員講這個很有道理 我們 看到 中國確實 軍力大大成長 可是我們也看到 中國人民 因為沒有電力 虧場 在寒冷中 還去挖路邊的木塊 來齊火 那我們也看到 中國 很多地方 因為受到極端性氣候衝擊 人民也受災受難 我相信 中國政府現在應該很有能力 可以大大照顧人民 那飛機 無論是多大 多少 航空母艦幾艘 是不能解決人民民生的問題 這個我們很期待 中國在 中國在 壯大的過程 能記得 他過去 受到 壯大軍國的 這個滋害 能夠 減少自己 他 習近平也講過 中國 中國從不一稱霸 從不給外國 任何國家 增加麻煩 希望 能收到 做到 希望說兩岸的發展 是 越來越緩和 越來越和平 那請問院長 現在有沒有跟大陸直接的管道對口 是有相關事務性管道是都有聯繫等等 那我們也很期待 有些事情 比如說 鳳梨 他說有蟲有怎麼樣 我們 跟他一直聯繫 都是以毒不回 這樣很可惜 其實兩邊 密切 互動 往來 尤其兩邊人民 相信 互利 互惠 是人民期待 好 我們希望說這是一個契機 那如果大陸那邊自出善意 他直接要跟院長你們這邊來對接 那 院長的態度是開放的呢 還是會跟以前一樣 盡量 閃避 我們從不閃避 我們非常清楚 表示對中國的善意 我們絕不會打中國 但很希望他不要打台灣 那我們 蔡總統領導國家 他一直表示 善意不變 承諾不變 只要不設政治全體 彼此平等 民族 大家對談 蔡總統 從多次公開 表示 而且不是一次 一再表示 我們也希望 中國 注意到 世界是向前走的 現在大家都越來越重視 人權 每一個人的人權 都應該重視 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的人權 我希望 中國也能重視 不要老是講 你是屬於我的 好像 什麼 一個物 物品的物 好像是物 這是兩千三百萬活生生的人 讓 請他尊重 兩千三百萬人的意願 台灣已經是一個 民主成熟的國家 台灣絕不會窮兵獨舞 台灣不會去打中國 希望中國 不要來打台灣 希望 剛剛院長所說的 大家感覺 也比較 緩和 比較有善意 我一直善意 希望說 兩邊的這個關係 是 管道是暢通的 有問題的話 大家多溝通 以溝通 那以更多的誠意 來化解 台海的危機 對 謝謝 那我接下來還有一些 有關交通的議題 就是現在春節的時間 也快到了 那 這個 很多台商要回來 截至目前為止 大家還不清楚 防疫旅館啊 等等路徑相關的規定 那 請問 行政院 準備好了嗎 喔 為了這個 我們 非常戰戰兢兢 那 昨天我還親自 主持相關部會 的相關應對作業 那 關於防疫旅館 防疫資料 我請部長給你報告 部長請說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有一個 防疫旅宿的這個平台 那現在是公佈 12月14到明年1月31號 所有防疫旅館 那那麼快客滿了 對 但是 最近就是七加七以後 會釋出一批 所以我們現在裡面 有些紅燈的 可能會變成黃燈或綠燈 那我們現在整個 包括交目觀光局 跟這個所有地方的相關的主管單位 都有一個聯繫的網路 就是對於第一個是增加 第二個是 呃在調整時間上做一些努力 那我們現在最近也把 這個12月14到1月31的這個 到1月31的這個補貼 本來一晃是一千塊 現在變成一千五百塊 這意思是說 讓這些黃燈禮數 他更有意願去調整這個工序 希望做好準備 讓所有的台商 可以快樂安心的回家 這個很重要 那另外 要拜託院長就是 安坑輕軌機場站 那 在您過去啊 大家共同關心之下 捷運安坑線 也快完工了 那最後這一站 如果可以增設 乘客的上下車站 對地方來講 是非常便利的 所以這個也請 院長能多多協助多多幫忙啊 委員安坑發展很快 就當年這個安坑道路 委員也很清楚 有上次當院長大力支持 所以現在都通車解決交通用賽 那現在安坑輕軌也 我請部長給您報告一下 安坑軌明年底就通車啦 那現在有九個車站 如果要加機場站 就請那個新北市政府 提出修正計畫 那我們會支持 我們會請新北市這邊來加油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安坑1號道路啊 3至1A標 事實上 這個小小一段 大概是5公里而已 但是可以帶動 整個區域啊 大概好幾萬人的進出 這個也請多幫忙啊 有關 有關的關係啊 很辛苦 這也請院長能多多關心 多一點關愛的延伸 帶動地方的經濟發展 那 還有一個就是喔 那麼久的問題啊 汐止 民生線啊 汐止東湖線捷運啊 安坑都快好了 結果這條線 居然都還沒做 是不是可以加快這裡的動作 所以喔 大家盡量喔 溝通姐姐 奇異 反而 慢的都不是工程 謝謝 接下來請陳超明委員質詢